近日,位于印度加尔各达的加登里奇造船厂,传出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丑闻。 大风吹倒了船厂内一台256吨龙门吊,该体事件不仅造成船屋内模块车间,干船屋和倾斜博威等多处攻断,至少5名工人死亡,还彻底破坏了船屋内在舰的P-17A驱逐舰,18米克及后续舰,突围龙门吊倾倒后船厂内的惨状,可见龙门吊结构,直击了在舰护卫舰的舰桥部分。 而据印度媒体的相关报道称,龙门吊的青岛事发于4月17日,而该厂厂长选择了瞒报事故长达半个多月,因为该龙门吊的青岛结果,实在是过于严重了。 首先,青岛的龙门吊顶部结构重量,超过170吨,几乎将船屋内的载件P-17A驱逐渐腰斩,再加上砸坏的造船设备和船屋,整体造成的损失价值难以计算。 除此之外,事故现场还遗留有大量损坏的大型结构件与废弃设备,而要将这些废品移走,还是得有一台启重能力,至少达到250吨的龙门吊,才能解决问题。 图为印度海军P-17A驱逐渐想象图,很长一段时间内,印度海军只能看图,抚慰自己复杂的心情了,但是,这款龙门吊从订货到交付,至少要用30个月的时间,雪上加霜的是,印度当前建造P-17A的船物仅有这一处,而干船物和建造博位双双被毁切断时无法重建, 就意味着不仅是这艘P-17A的交付日期要向后推延,而是整个P-17A建造队列都要向后推迟至少30个月,考虑到印度企业的日程控制和效率一直都不太靠谱,这个时间恐怕只会长,不会短,图为翻导在船物里的贝德拉号导弹护卫舰,在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,印度造船业可谓是麻烦频发, 几乎在明利安里和莫迪的印度制造产业振兴战略过不去,先是孟买造船厂里进行维修维护的导弹护卫舰,由于作物不准而倾倒,随后科钦造船厂建造的钻井船又因为已缺泄漏引起爆炸,而导致16人死伤,不过这一切的影响恐怕都比不上龙门钓倾倒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 该台龙门钓的垮塌几乎摧毁了半个印度自主造船工业,图为护东造船厂内即将下水的903A综合补给舰,设于2013年,但事实上,龙门钓垮塌这种恶性事故,并非印度人才会犯的低级错误, 一个重大数百吨的门自行钢结构,并不如传统建筑物,一般有稳定的支点,和足够大的接地面积,若不按照章程操作,稍有疏忽大几率垮塌, 当然,年轻一点的军迷或许很难想象,现在为中国海军下饺子的护东中华造船厂,在数年之前,曾出过三次与龙门钓相关的事故,且烈度都不比印度船厂的事故低,图为2001年时,护东龙门钓整体垮塌的惨状,可见其结构之大, 2001年,护东中华造船厂,在吊撞600吨龙门钓的过程中,由于安全保障不到位,整个龙门钓主粮和塔架向同侧垮塌,事故直接造成36人死亡, 而在2008年,同区域的600吨龙门钓再度发生事故,支撑龙门钓的柔性腿断裂,导致其单侧垮塌,龙门钓的三名驾驶员摔死,图为采用震华龙门钓的 英国航母干船物,诚然,造船厂一直都是高A岗位,死亡阴影总是挥之不去,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数十人死伤的重大事故, 但与印度不同的是,中国有数家超大型造船企业,数十个船物同时运转,一旦发生事故,可以迅速转移产能和订单,或补空缺, 不至于让整个造船业因为一起事故趋近停摆,而强大的配套机械工业也能迅速生产出相关的造船机械补充使用, 而这一切都是印度薄弱的工业基础所难以挤击的高度,历任特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启会